接下來將會由HKT的Partner Palo Alto Networks進行演講 相信早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多了時間在家工作 但是對於企業來說 如何確保員工在家工作的時候 都能夠安全地處理公司的資料呢? 所以我們邀請到Mr.Jerry Khan Security Architect 和大家分享一下在Post-COVID的環境之下 長遠的治安部署 將時間交給Jerry Hello 各位你好 我是Palo Alto Networks的Jerry 2000年初以來 受全球各地新工肺炎蔓延的影響 各國的政府機構、企業部門 他們正正朝向遙距辦公來持續營運 大大提高了全球遙距辦公的員工的比例 遙距辦公或者我們所謂的完成工作 可能會成為日後的新常態 即使之後疫情結束 也會有一部分人繼續留在家中工作 例如我們之前聽到的Facebook、Twitter 其實他們已經可以和員工有一個協助 只要他們員工繼續上班 他們可以繼續在家中工作 所以有人開門笑地說 帶動這波Digital Transformation 不是CEO、CIO 而是COVID-19 其實從某種技術上來說 很幸運現今的科技 我們的基礎設施 可以穩慶我們這樣做 可以通過家中的寬頻網絡 公司的VPN 我們可以像常規辦公室一樣 繼續開會 有效地完成我們的工作 此外 新冠發言疫情的所謂的壓力測試 也都暴露了很多企業的不足之處 例如可能遙距工作的時候 端點的安全 VPN 或者Internet的Bandwidth不足等等 因為其實很多企業仍然使用傳統 一些所謂的數據中心 為核心的集中式網絡設計方法 網絡的流量從Bandwidth office 或者一些所謂的遠程位置 例如員工的家 回傳到中央的數據中心 再經過安全網關的檢查 然後再發送到互聯網 雲端或者企業的內部 不幸的是 一種傳統的網絡架 無法好好地適應 因應大規模的遠程辦公 所產生的不同流量模式 下面這個場景 我相信現在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發生 一名居家辦公員工 啟動了VPN 連接到公司的內部網絡 平日公司可能大約只有 10-20%的遙距辦公的數量 VPN的性能很好 但疫情期間 因為很多公司的遠程辦公員工 比例可能由普通平日的10% 上漲到80-90% 因而導致資源的競爭 此外很多互聯網訪問的數據 包括可能流覽Microsoft Office 365 或者發網公司內部的流量 都會露經數據中心 結果令到所有人的VPN體驗都不好 這也是疫情期間 無論是大企業 小型企業 都會常見的問題 另一方面 安全的遠程辦公 也是另一個 我們經常要留意的議題 其實原本員工在公司內部上網 或者內部工作 網絡的環境相對變得容易管理 控制 但現在有大量的員工 在家上班 他們家用的網絡設備 又或者所謂的家用電腦 可能已經用了很多年 很久都未更新 而公司來說 也沒有辦法去監管 或者控制這樣的環境 也擔心員工透過VPN連接到公司 將公司內部網絡的風險暴露 所以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既安全 又可以隨時隨地連接的方法 加拿就在2019年提出了一個 全新的安全以及網絡服務的定義 SASC SASE 全名就是Secure Access Service Act SASE其實可以很快速地增加 遠程辦公人工的數量 而企業也無需再額外添置VPN的設備 同一時間也產生了 在連接過程中的安全問題 所以要知道 甚至很多大公司 在短時間內要應對大量的員工 突然間要一個遠程上班的需求 其實也面臨很大的挑戰 SASC同一時間也可以用來 取代傳統稅務中心 為核心的網絡環境 SASC直接將網絡控制架構的部分 就放在雲端的邊緣 又或者用戶訪問所做的路徑 簡化了網絡和安全的設計 間接也提升了用戶的體驗 至於用戶方面 其實他們需要一個很完整 很簡單的架構 可以將網絡和安全服務 管理連結統一結合 而不像傳統的工作方式 網絡和網絡安全 由兩個不同的部門 去分別管理不同的設施 最理想的當然是透過 雲端的服務去做deliver PRISMA ASS是我們為客戶提供的 SARS解決方案 用戶可以透過SSL 或者IPZ VPN的tunnel 連接到它最接近的PRISMA ASS的 雲端服務點 首先我們會對流量進行解密 安全檢測 之後再重新加密 將流量發放到相對應的位置 我再舉一個例子 去講一下PRISMA ASS的運作概念 假設某位員工 其實他在紐約的家裡 透過VPN 進入公司的網絡 數據中心就位於香港 通常來說 他就會將所有的流量 會定向到香港這部分 但如果他同一時間 正在訪問互聯網 那怎麼辦 他這部分的流量 就會被自動分配到 最近當地的PRISMA ASS的安全網關 而不是直接到香港的數據中心去處理 而紐約這個所謂的安全網關 就是我們所謂的Service Act SAHC SARS裡面的SE 有些人說SE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POP Point of Passion 其實都是代表同一件事 PRISMA ASS想全球世界各地 超過60個國家或地方 佈置了100多個POP 方便企業的員工 可以連接到最近他們的POP 獲得他們所需的通訊和安全服務 背後全依賴一個 基建於AWS和Google的一個 全球化 Low Latency 高容量的Premium Backbone Network上面 而在這個客戶自己專屬的所謂的SARS環境 客戶的員工可以直接連絡 連接到他們的數據中心 Branch Office 或者甚至到家裡的家用電腦 甚至是第三方的合作夥伴 簡單來說 PRISMA ASS不會強制將流量 回傳到數據中心的檢查引擎 而將這些檢查引擎 去帶到最附近的POP服務點 再提供網絡及安全服務 包括在安全服務上高 Firewall as a Service 一個完整的NextGen防火牆功能 包括一些威脅的防護 阻止一些惡意軟件的攻擊 Sandbox等等 DNS Security 結合了一些預測的分析 可以因應DNS流量中的威脅 去阻止一些已知或未知的惡意網域的瀏覽 SWG 安全網關 阻止一些惡意網站的連接 URL過濾 控制C2的流量 DLP 對不同敏感的數據進行分類 並且運用策略來防止數據遺失 CASB 針對傳取不同類型的 SAAS SaaS 的application 的安全設計 網絡服務方面 SD-WAN 支援Parioto Networks的SD-WAN 或者和第三方的SD-WAN整合 透過SD-WAN的能力 來增加網絡效能 VPN 支持包括IPZ SSL 或者Carneless的VPN 用於建立安全的連線 提供點對點的連接 加密 QS 根據不同類型的應用程式 調整網絡流量的優先次序 以下我想提一提 或者跟大家講一下 PRISMA Assess的特質 在SaaS的架構下 PRISMA Assess將網絡 以及安全兩大應用結合 同時具備了以下的特質 第一 一個Carnative的架構 利用雲端的主要特點 或者賣點 包括彈性 和擴展性 部署任何安全的防護 方便適應新興業務的需求 第二 一個全球化的服務 服務可以依靠不同地理位置 讓客戶隨時隨地可以傳取 同時也有能力覆蓋全球大部分的地方 第三 截散成本 其實因為本身是一個雲端的服務 客戶就不需要再賣一大堆硬件的設備 或者產品 設備少了 架構當然更加簡單 同一時間也可以大幅度 減低管理的成本 第四 客戶自己會有獨享 可謂的專屬的SARS環境 好像剛才提過 客戶不需要和其他人去分享網絡的資源 例如IP address 地址等等 第五 也最後一點 就是一個完整的防護 無論在公司內 或者內部 PRISMA Assess 都可以提供一個完整防護 其實傳統在安全的等級 所謂的劃分 通常一般來說以內和外去決定 這些資源是否需要信任 或者是否需要控制 但其實除了網絡的環境越來複雜 也曾經提過 有一些所謂的遙距辦公 SARS application的應用 或者有些客人 甚至可能會把數據傳取上公司上高 在這部分上高 企業很容易會出錯 無論在管理上高 或者安全上高 客戶很容易會出錯 或者會衍生一些漏洞 SARS的出現 或者解決方案 正正可以解決以上的問題 OK 在現場辦公的潮流下 企業除了要確保 它的網絡是健康之外 亦都要在安全角度要考慮 安全考慮方面 亦都可能會將 員工、家裡的家用網絡 或者設備環境 納入一同考量 尤其是從員工、家裡的電腦 連接到公司的網絡 亦都需要去提防 因為當員工一旦離開公司的網絡保護傘 例如帶手提電腦回家 工作 它很容易暴露在高風險的網絡環境 不單止員工的電腦會出事 黑客也可以借助員工的電腦去入侵公司 進一步感染其他設備 又或者甚至發動一些納索軟的攻擊 要有效防止員工的電腦 在遙距工作時被入侵 亦都需要配合一些 尤其是 Endpoint Security 的產品 不過大家所知道 傳統的防毒軟件 並不是最有效的防禦工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所知道 通過比對已知的特徵馬的方式 其實已經落伍了 黑客可以發動一些 所謂的零時差攻擊 或者透過一些軟件或者系統的漏洞 就會很有效很容易地擾過 防毒軟件的偵測成功落地 要解決以上問題 其實我建議客人可以選擇一些 新型的安全平台 例如 Cortex-XDL Cortex-XDL不單止保留 傳統防毒軟件的偵測技術 根據被人工智能及機器學習的能力 有效偵測異常的行為 快速更新病毒副資料庫 提供更即時的防護 此外 人工智能還可以分析 全球各地病毒的資料庫 預測新型的病毒及攻擊手法 阻止未知的威脅 或者惡意軟件入侵 以及可以避免受到勒索軟件的破壞 達到更高層次多層防護的功效 Cortex-XDL也是業內首個結合端點 網絡、雲端數據的偵測、調查 以及回應的安全平台 Cortex-XDL會自動揭露每個警報 相關的根本原因、來源、事件的先後次序 加快調查速度 此外也可以為事件調查提供攻擊操作的細節 使分析師能夠在幾秒鐘之內 就能夠確定攻擊範圍、損害和後續的步驟 至於在後疫情時代 我們遙距辦公或者遠程辦公的網絡安全 究竟何去何從呢? 我們的安全研究團隊Unity42 為大家提供了一些良好的作業模式 去保護你公司的網絡安全 其實以下有幾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點就是在說軟件更新方面 一般來說我們都要注意自己應用的軟件系統 有沒有安全的漏洞出現 如果有的話要暫時更新 當然也包括你公司或者你家裡的波兵網絡 如果你們需要登錄 要他登錄一些重要的系統的時候 我們建議可以用一些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的方法 比傳統用帳戶密碼更加安全 可以提升安全的效果 第三點就是其實員工在遙距工作的時候 很難避免會連接一些公開的Wi-Fi hotspot 黑客也會利用這些公開Hotspot的漏洞 又或者模擬一個網絡供應商的熱點 去發動中間人攻擊 攝取網絡數據 以及入侵公司的網絡 第四點也是如果遇到一些不明的網站 或者有些超連結的時候 如果沒有信心或者不清楚的時候 盡量不去點擊他 最後希望大家鑑成一個良好的習慣 就是定期記得要備份 我今天所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多謝Jerry的分享 以下下來開放Q&A的時間 歡迎大家提交問題去到版面的checkbox 又或者去到Paulo Alto Networks的booth 都會有代表為大家解答 多謝 請多謝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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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platform is inherently different from on-premises infrastructure and from one another, requiring different skill sets to manage separate environments and need additional networking overlays to integrate with private clouds. There is a strong need for a single platform that can span private, distributed and public clouds so that operators can easily manage their traditional and modern applications. Such a platform must seamlessly extend between clouds, allowing administrators to move VMs and applications without translation and without learning new practices or tooling. There's also a need for license portability to empower operators to choose the best cloud for each application. Introducing Nutanix Clusters, a hybrid multi-cloud to accele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ross your data centers and public clouds. Empowering operators to seamlessly manage applications in private and public clouds without re-architecting applications. Want to port an application from one cloud to another? Lift and shift applications with absolutely no code change needed. Need on-demand capacity bursting? Add incremental capacity for dev test or other seasonal demands in minutes. Or enhancing business continuity by using the cloud for high availability and disaster recovery. If you'd like to access native public cloud services, it's incredibly easy. Nutanix Clusters integrates into your existing AWS accounts and utilizes native AWS services without complex network overlays. And you can seamlessly extend to additional public clouds. Got cloud credits or discounts in your public cloud accounts? You can utilize those with Nutanix Clusters. And the Nutanix software is portable, so you get true cloud optionality, providing freedom now and in the future. Now, all clusters, on-premises and in public environments are operated as a single cloud. Nutanix Clusters paves the way to a hybrid multi-cloud, giving you the freedom of choice, operational simplicity and cost efficiency you need for a single, consistent cloud experience anywhere. Wow, this time,老闆還要說下星期一開始全部同事 run from home? 但你VPN根本就應付不了那麼多人一起用,怎麼辦? 咦?這個人那麼順口臉呢? 到今天,全球超過三千萬人確診新冠肺炎, 超過八成的公司容許一個員工在家工作 試想一下,如果你的員工遍佈世界各地, 但你老闆跟你說,下個星期一開始,全部的員工都要在家工作的話, 但又不可以影響工作效率, 你說有沒有可能? 可能你會想,就算我天天OT, 慢慢升級VPN都趕不及了, 但我認為,這個絕對有可能 換作以前的我,一定很擔心, 吃不安,睡不下, 想想怎樣跟老闆說不夠時間 現在的我,只會擔心同事在家不工作 因為他們現在只要有電腦或者手機和上網 無論他家在地球哪一個地方都好,都可以很安全地做事 鏡頭前的你,可能是CIO,IT Manager,又或者Network Admin 但我不管你是什麼職位都好,只要你有一個想法 想著幫這班員工在半個小時之內提升在家工作的效率的話 我們Palo Alto Networks的安全全取服務前端SASI,絕對幫到你 他在全球76個國家,提供超過100個接入點 總有一個在你左近,提供最好的上網體驗 而且每個客人都會有專屬的平台 不用怕要跟其他人分享,又慢又不安全 當然最重要,是他的企業級防護,那就滴水不漏了 但如果你,還仍然想浪費時間去升級現有的VPN系統 給你的員工用的話,我勸一下你,不要浪費時間 現在有的VPN系統已經出現了,要立即改變 Gana都預測了,在2024年之前 會有超過40%的公司轉用安全全取服務前端 去取代現有的VPN系統 為了幫大家不要走那麼多冤枉路 立即按下面的連結吧,你還等?